哈囉 大家好我是平常 我們今天就玩一下我們洛克人的X-Dive喔 那最近的話 哲平是終於30等了啦 那30等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這個共鬥模式就會開啟第三個關卡喔 而且這第三個關卡真的是超酷炫的 他居然是X-4的那個 呃 孔雀關卡喔 那如果很常玩X-4 基本上的話應該很熟悉這個關卡 因為其實洛克人最紅的大概就是 呃 蠻多人知道的應該就是X-4啦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哲平基本上是X系列 除了X-11跟X-12 基本上全部都已經玩過這樣子喔 那基本上的話我們今天就先來打一下我們這個 共鬥關卡喔 因為從我們30等開始之後啊 我們裝備就會變成另外一個階級了 原本是這個綠色的裝備嘛 那到我們這個30等的話 這個關卡就會有這個紅色的裝備喔 那這個基本上的話也是要湊一套套裝的話 才會有那個就是特殊的能力 所以還是建議大家可以來刷一下喔 好 那也不用擔心打不贏啦 因為基本上都會蠻多一些大佬會來帶你飛的 所以就等待別人進來就可以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這個關卡裡面也做的這個非常的還原喔 因為裡面就會有我們的那個 有我們那個什麼 孔雀關卡的一些東西啊 比如說那個黃色的那個眼球啊 或是一些就是 很像科技感的東西都會有喔 然後音樂也是 我們X-4關卡音樂 好沒有問題就打給大家看 基本上真的很懷念啦 我覺得這款遊戲目前來說 就是在走一個那個懷念情懷了 所以我基本上玩的都還蠻開心的這樣子喔 那我們的那個前面的關卡原本就是第三關嘛 那第二關的話基本上 打通之後會有我們的那個就是 會有我們的一隻boss喔 那目前來說第三關的話是還沒有boss 還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go go 好這就是我們那個啊 孔雀關卡大家應該不熟 呃不不陌生對不對 啊奇怪我們隊友咧 我們是沒隊友啊 哎我們我們隊友沒有出現哎 哎呦呦呦他在後面 應該是網路連線不太好啦 但是他還是有在裡面的話那就還好 這個就這個眼球 這眼球的話大家應該不陌生了喔 這個眼球 這眼球就是你必須要打他打 然後把他打到打出去這樣子喔 所以基本上這樣就會加開他那個就是移動速度 如果有玩X-4的話應該都知道 那如果碰到的話你就會損血這樣子喔 哇塞太猛了吧 他居然那個勒 他居然有那招 那個火焰攻擊 那這一次的話因為我們的技能升級之後啊 是有一招可以補血的效果 所以我就有用一招可以回血喔 那這個好像是 一回合只能開一次是不是 就是整場的話你好像只能開一次的樣子喔 所以如果你想要解一些我們那個就是 呃 血量任務的話你就可以用這個東西來補血 讓你的血量就是更多這樣子喔 好沒問題 這關真的是很麻煩喔 那如果你要讓這個拿到三星關卡的話呢 你就必須要血量維持在50%以上啊 所以我們盡可能就是讓自己可以到50%以上會比較好一點點 哎呦 有點難跳喔 這遊戲目前來說玩起來真的是還蠻蠻蠻蠻蠻愉快的啦 大家如果想要用的話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就是抓準時間 就像我剛剛那樣的話就有點用太早了喔 應該要等到我們後面那個缺血之後我們再用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目前這款弱克人他是沒有沒有沒有補包的啊 所以他有那個補血技能的話我覺得就還算不錯就把他用起來了 好我們先把這眼球打掉 那因為這遊戲自動鎖地嘛 所以其實有一些東西也是比較麻煩 因為你自動鎖地的話你就沒辦法 那個就是好好的做一波那個就是 瞄準 你想要打怪物的話 你就只能先讓他那個 自己去打這樣子 好沒問題 應該就通關了吧 哦好長哦居然還沒有通關 孔雀關卡 完了我沒有子彈了 炸雞眼影怎麼都不幫我 我血要沒了 看有沒有他這個自動瞄準就是一個比較 麻煩一個地方了但是也有他的好處就是了 好我看一下下面這只 該如何應付 好沒問題 哇一直在生哎 好應該是要結束了吧 啊啊啊啊我我我我 我快結束了好不好 我快被他們結束了 哦還沒結束呢還好長哦 哇靠我被結束了 哈哈哈哈 我被結束了 然後 這邊的話自動重啟的話你可以打 梗大就是倒數 就是時間啦 只要你的隊友不死的話你都還有機會可以 可以復活這樣子哦 那你復活好像就是蠻血的狀態所以你也可以利用 死亡啊來去就是解一些關卡一些任務這樣子哦那 那個 重新啟動這個程式的話基本上 拿到之後也是不錯因為你就可以就是比較安穩的可以解一些就是 血量高於就是多少的那個任務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那這模式比較好的就是你的隊伍只要沒有死掉啊你都有機會可以再重新復活 不過我有只有只有死過一次啦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如果一直死的話會怎麼樣好不好 好沒問題倒了好不好那這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30等會開啟一個那個共鬥關卡大家基本上可以來這邊刷一下我們那個 紅色套裝哦 刷紅色套裝的話你就可以讓自己的那個角色就是變更厲害啊 這邊只有給我們這個 羅斯丁而已 這次沒套裝 那每天的話好像都會有額外獎勵啊所以我基本上都只刷 兩場這樣子哦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因為我也順便存到了1300鑽石啦所以我們就 再來抽一次我們這個角色 那我是希望可以再抽一支那個情人節愛莉亞啦因為 你抽到 不是不是 其實我後來發現喔就是這遊戲不是要抽到同樣的角色才可以強化 這遊戲其實是這樣子的就是 他裡面的話會抽到就是小色碎片很多人就覺得喔為什麼你抽到一隻角色啊為什麼沒辦法讓那隻角色再進化 因為他基本上就是你要用那個他抽到重複的角色之後會有這個 呃 角色碎片 那角色碎片的話這邊就可以換一下我們這個情人節的角色好像是這樣意思 所以基本上你抽到重複的角色的話他好像是 不會有那個 呃 不會有就是讓你可以直接在在拿一隻的感覺喔然後你就是要用這個碎片來去換他們的碎片這樣子然後 這邊上面應該就是我擁有的角色吧所以擁有的角色才會有他的那個碎片那武器的話也是就是你要抽到 同樣的武器的話也不用一定要抽到同樣的武器你只要抽到有武器的話你就可以用這邊來兌換一波我們的這個碎片 然後用碎片來去升級喔所以這遊戲抽到那個重複的材料的話我覺得都是 還蠻好的消息啊就是不一定一定要抽到那隻角色這是後來有觀眾跟哲平講的喔 好所以明天的話我們就看一下能不能再抽到什麼好的角色 Lost go 我覺得比較好的原因就是這樣啦因為你不一定一定要抽到重複的一隻角色你才可以那個 升上去喔你基本上可以直接那個 利用重複的角色碎片就可以哇有一隻金色的喔 希望來個金色的角色吧好不好這是直角 沒問題是誰呢 喔霸法啊歡迎歡迎 那他們就會自動變成碎片的樣子啦所以基本上就不會讓你就是 重複有在隻角色喔 因為通常其他遊戲就是你抽到重複角色的話基本上就可以直接讓他就是 往上提升但這遊戲的話他比較不一樣他是那個 他是你只要就是抽到重複角色他就變成碎片這樣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來看一下這次S拿到什麼會不會是中末大劍啊我希望是 叫哇好吧 應該是中末大劍吧我覺得 那果然好不好真的是 一輩子都在抽中末大劍欸 我們之前刷了一輩子也都是在抽中末大劍 這 中末大劍真的是很討厭好不好 難得了一個S級的東西又抽到中末大劍了 不過中末大劍這邊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基本上的話就是 一開始我們不是有拿到一個BOSS那個 結晶嗎 那你拿那個結晶之後的話基本上就是可以讓他就是噴出球嘛 那後來的話我們會有一個就是巨型毒蝦 巨型毒蝦的話他就是 呃在我們的那個研究那邊是可以把研究出來 那裝備的話他是裝在那個就是近身攻擊武器上面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他裝到我們中末大劍上面 還算是不錯喔所以我們接下來的話應該可以來用一下 中末大劍看一下到底厲不厲害 因為這個大槍炮的話 光波炮其實 我只有在打一些關卡的時候才會用啦 所以我覺得 再加一隻我們的那個 中末大劍的話應該會 稍微比較OK一點點 就是一個近身攻擊的嘛然後一個遠距的 然後那毒蝦就是專門給我們裝在這種就是我們近身攻擊 裝備身上的所以就 還不錯的感覺好不好我們就來打一下給大家看 那我們來打一下就是我們之前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關卡 4隻4吧 4隻4的話他裡面有一隻王他好像 有人跟我講說其實那個王好像是要 打到弱點喔就要打到頭部弱點他才會損到比較多的血 要不然我們之前打的時候好像都是那個 打到他身體然後會被格擋 所以有些地方會有一些弱點的擊爆啦就是擊潰喔 所以基本上這個遊戲的話玩到最後好像 變得更難一點點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關卡欸 我不知道忘記了 唉唷很痛 而且基本上你看我們這邊砍出去都會有那個 毒蝦子的那個攻擊喔還不錯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你裝備升好一點點的話他們那個血量那些都會提升啦所以就還算是不錯 我不知道是這關欸忘記好像不是喔好像不是這關 但這關的話也有就是我們那個 X4那個鳥鳥關的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就是這個剛剛在我們後面射東西的那隻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X4你記得嗎不是有一個那個很像馬丘的會在那邊射那個光波炮嗎 他應該就是要還原那個光波炮啦所以就是這個馬丘好不好 好沒問題 應該不是這關欸因為那關的話好像就是會有那個 會有什麼會有那個 會有一隻boss在那邊讓我們打但是這關好像不是喔 那看來這關的話 應該就還好啊然後我們身上還有衣罐啊所以我們待會如果要 解那個就是我們的滿血任務的話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衣罐來解一下就還不錯 好沒問題 哇你看新的那個炮彈攻擊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目前後面玩起來的話真的是感覺 還蠻爽的欸如果你是真的很喜歡這種很像射擊遊戲的話 這款遊戲真的會很ok 因為之前像我那個混斗羅的話我原本也很想要去玩啊但是 混斗羅我就哇我就 就還好但是這款遊戲真的很棒 真的不是這關 不是這關好像是前一關吧 我們去打一下那關給大家看一下用中末大劍來打一下 中末大劍感覺好像還不錯啦只是 就是我還是覺得遠攻的距離的招式可能會比那個 近距攻擊還要再強力一點點 因為你可以在那邊閃招然後用砲攻擊啊應該是四隻三嗎 四隻三的話有一隻王 然後那隻王的話跟我們那個就是甜點工廠那隻王的 樣子是很像的所以 他們應該都是要打頭部啦 所以像我剛就說的那個光波炮的話我就用光波炮來打那隻王 因為光就可以直接打到他頭上面這樣應該是這關 我們還是要先用那個遠攻劇砲彈來清一下會比較好一點點 嘿射爆你 這邊可以先等這兩個跳下去哦好 跳下去之後呢 先射這個指輪怪 然後這邊會有一堆一堆人 小心一點 好 期待你在哦來來來就是這隻王 這隻的話基本上有人跟我講說他要是要打頭部啦頭部的話感覺會 受到比較多的傷害所以我們就用中末大劍來砍他好了 這隻聽說是頭部會有很大的傷害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 要砍他頭部會比較多傷害 那像我們射他身體的話基本上就是355啦然後 我們用這個砍他頭的話都有3400多有沒有 所以這個遊戲的話基本上還是有一些弱點傷害的樣子哦 哇我們還是我們要你看人家說還是不喜歡用近身攻擊的角色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雖然這樣打傷害很低但是基本上還是蠻ok的啦有沒有 沒關係我們這邊有這個先吃一下補血 哇吃補血馬上馬上被打爆 我們用這招好了 啊沒打到他 哦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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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招哦 抱歉 可以了看到但是 基本上你如果真的要去打弱點的話 因為這遊戲是有血量制的啦我們這血量真的是 被碰到會很慘好不好 但是真的他有打頭部的話感覺弱點會比較痛一點點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針對一些弱點去打擊哦但是我覺得 還是遠攻距離 砲彈會比較好用一點點啊中國大券真的是 還好的感覺但是 如果玩PVP的話感覺用這種就是近身攻擊的角色來打的話應該就會 蠻吃香的這樣感覺了 好那目前來說的話我們的那個 白色奇人節的活動啊哲平也解的差不多了然後 我目前的排名大概是3000多名吧因為我還沒有打得非常認真哦然後 基本上的話這邊會有一個那個 截弱的造型可以使用哦就是你打把積分打到結束之後就會有一個截弱的這個造型 就還不錯看啦而且 造型的話也有一些加成好不好所以大家如果喜歡截弱的話呢 都可以來拿一下我們這個造型 好那我們今天要先前往到這邊呢 覺得我們的30等的那個就是 孔雀關卡你覺得真的非常熟悉 而且非常懷念的話可以玩影片點個喜歡 那邊早上10點鐘的時候 點個晚上 記得晚上記得點鐘的影片要打開看一下啦 遊戲我們下面再見囉大家拜拜啦 拜拜